那么这一节课开始呢 我们来介绍一点关于随机过程的东西 随机过程可能你在大学里面学过 也可能你听说过这样一句诗 叫做随机过程随机过 量子力学量力学 诗变函数学诗变 会编语言不会编 泛寒心记心泛寒 大学物理大物理 那么这句也是江湖上令人文风丧胆 赫赫有名的你们数理类的课程 那么在我们的课程里面呢 我们不会像这个大学里面 学一学期那么全 涵盖的东西很多 重点会提几个现在 尤其在互联网行业上 可能用的比较多的一些基本模型 那么什么是随机过程呢 我们来看几个小例子 比如说这是可能大家都知道的 不老运动 就是这个微观的一些小的例子 它在自然界的随机扰动下 它会呈现一个随机运动的一个状态 这个图我就不放太久了 看着有点眼花 另外一个我们在生活当中 很常见的随机过程的成果呢 就是股票 就是股票 你看这是不很像一个股票的走势图 根据不同的这个随机过程方法 生成的这个曲线呢 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里呢 有一个我觉得做的很不错的 一个交互式的网页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网页呢 互动的去调整一些参数 当你调了不同的参数 这些随机过程啊 生成的曲线也会有相应的变化 可以比较一下多种这个分析 和这个生成的方法 好 那么关于随机过程 下面呢 在后头的几节 我们会来讲几个重点的概念 非常重要的一种过程 叫做高斯过程 从这个名字你也能看得出 它非常重要 一般跟高斯有关的 都不是等线之位 这个高斯确实就是 我们知道的那个高斯 他是德国的数学家 在前面的这个概率和统计 相关的课程中 大家应该也了解过高斯分布 也叫正态分布 而高斯过程呢 它是在机器学习相关的 统计推断方法里面呢 有很重要的地位 高斯过程做的是这样一件事情 假如有这么几个数据点 我们的目的是想 找到一个函数 找到一条曲线 来拟合或者说展示出 这几个数据点的统计规律 也就是做了一个回归 那么大家来想 有一条线非常完美的 恰好穿过了现有的几个数据点 这个线它就真的特别好吗 其实不然 对吧 也可能存在一种过拟合现象 那么高斯分布给出的结果呢 是粉色的这个有一定面积的区域地带 给出的是一个置信的区间 也就是说高斯过程认为 在这个粉红色区域内有比较大的把握 存在着一条比较好的拟合曲线 那么还是先来回顾一下高斯分布 高斯分布呢 它的整体构型是一个常数 乘以自然对数e的负 x-μ的平方 那么这里的分母上 还有高斯分布的方差 前面的这个常数呢 是为了让整个分布 它这个整体上的积分等于1 根据期望和方差的不同 所显示出来的这个高斯分布啊 形状也不会太一样 期望值就是它的对称轴所在的位置 方差越小呢 越高 方差越大呢 分布的就越平摊 这种感觉 那么在多组分布之间呢 我们也可以求一个斜方差矩阵 斜方差矩阵的特殊情况是 自己跟自己求 那就是方差 那么两组分布的斜方差矩阵呢 是由每一个样本点 减去自己的期望值 与另一组数据样本点 减去期望值 相乘这一个累加求和之后 求期望这么一个结果 斜方差矩阵呢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组分布之间的一个线性相关关系 我们来看一个最简单的情况啊 就是多变量的正态分布 或者叫多元高斯分布 X和Y这两个维度呢 它们都是标准的高斯分布 也就是均值为0 方差为1 那这样一个分布 如果你从上往下俯视的话 它的等值线就像右边啊 是一圈一圈的这个圆圈 这种情况下呢 它的斜方差矩阵应该是 1001 这种矩阵表明啊 这两个分布之间 它们是独立的 所以在非对角线位置都是0 好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应用案例 假如说有黑色的若干数据点 现在我们呢 想做一个拟合 做一个回归分析 让一个函数呢 能够体现出这一组数据点 它的一个统计规律 或者说走向 那么最简单的一个方式 就是我用两个参数 弄一个线性方程 一个线性模型 那么根据常识 大家也可以知道 这种线性方程呢 肯定是拟合不了很好 因为我们能够从感觉上发现 这一组黑色的数据点 其实是一个二次函数 对吧 那么我们理论上 可能应该用一个三个参数 最高次为2的这么一个方程 那么这一些呢 都叫做有参数的方法 因为我要事先指定 有几个参数 这每个参数 它对应的多项式也好 或者其他函数形式也好 是一种什么形式 而高次过程呢 是一种无参数方法 无参数方法 不是真的没参数 而是这个参数 我们事先不知道 完全通过训练的方式得到 你不用去关心 也不用显示的指定 你的这个模型长什么样子 那么高次过程 整体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呢 我们首先呢 先随机生成一些鲜艳的函数 这个鲜艳函数有些值呢 是我们手动指定的 比如说这个函数 它的均值是多少 在这里呢 我们生成的这个函数 它的均值是零 分布在复五到正五这个区间之内 而经过一定的修正之后啊 融入了观测数据 我们会得到 从先艳到后艳的这个函数 那么若干这样的曲线 它们共同的构成了 高斯过程所给出的一个置信区间 也就是高斯过程 高斯过程给出的结果 其实是由一堆函数 组成的一个概率分布 那么我们来说一下啊 这个大概的流程 就是在一堆随机点上 我们定义了函数值 这些函数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服从多元的高斯分布 什么叫服从多元高斯分布呢 这些函数啊 你把它们两两任意做个线性组合 还是高斯分布 在这里呢 有一个概念叫做和函数 kernal function kernal function有很多的选择 在这门课上 我们只不做这个细节上 很多的探讨 大家就知道一个原则 和函数都是 当x和i和xj 这两组分布呢 它们越接近输出 这个和函数的值 就越大 这是刚才说的 最简单的一种情况 那么首先呢 我们把数据 可以分为一个训练机 和一个测试机 然后训练机和测试机之间 我们可以表达成一种 联合概率的形式 比如带信号的呢 都是我们此前没有见过的 在训练过程当中不知道的 而不带信号的呢 都是我们已知的 而斜方差矩阵呢 这一个写法 k不带信号的表示的是 训练数据之间的 写方差 带一个信号的呢 是训练和测试数据 见过和没见过呢 它们两组之间的 写方差 而带两个信号呢 就是测试数据之间的 内部的 写方差 最终我们要得出的一个结论呢 就是 f这个函数 它服从一个正态分布 这个正态分布的期望和一个方差 有这么一个特点 b是怎么来的呢 b乘以bt等于这里的斜方差 我们可以来看一个代码 来体会一下这个过程 首先呢 生成一些数据点 通过最开始的这些数据点呢 我们可以先做一个采样 你看我生成了三条 鲜艳的这个函数图形 注意鲜艳是prior 不是这个颜色很鲜艳诱人的那个鲜艳 然后生成训练机 经过训练之后呢 我们的这个鲜艳的这些分布呢 还是这样 当然因为是重新采样了 所以跟上面的三个不完全一样 而生成的这个新的这个阴影部分 就是高丝分 高丝过程的一个数据 我们的这个阴影部分 好